生命不息,观影不止,欢迎收看宁威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由小李子主演的经典悬疑电影《禁闭岛》 由小李子饰演的联邦警官泰迪乘坐轮船驱缩岛 要查一件离奇的失踪案 但他似乎晕船的厉害,呕吐不止 和他一同前往执行任务的还有新搭档塔克 说话间就到了这座孤岛 上岸后,副监狱长接待了二人 在旁边持枪的守卫,似乎对他们两个人十分不友好 恶狠狠的看着二人 汽车行进的过程中,路边牌子上写着 记得自己活过,爱过,笑过 这里的环境和人给我们营造了一种阴森神秘的气温 这里不但是一所监狱 这里全是患有精神疾病的重犯 也就是说,这里也是一所精神病院 首先泰迪见到了这里的精神病医生光头 光头向泰迪介绍了这起离奇的失踪案 失踪者名叫Rachel 他在家附近的湖里淹死了自己的三个孩子 已经失踪24小时 那丝毫没有任何迹象 而是凭空消失了 来到失踪者Rachel的牢房 在翘起的一块地板下面 发现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第四条规则 谁是第67号犯人 在场的人都十分不解 陆续询问了在场的工作人员 那丝毫没有任何线索 光头带领泰迪 见到了另外一个精神病医生四样 这里曾经是德军的一个叫达豪金融营的地方 熟悉的音乐熟悉的环境 使泰迪想起了曾经的过往 泰迪原是美国士兵 就是在大家谈话这里 解放了大批被摧残的人民 并亲眼目睹了这所集中营的指挥官自杀的过程 说话间 自己情绪开始了波动 并显现了暴力倾向 和查克回到房间 很快就睡着了 在梦里 见到了自己妻子 漫天飞舞着火灾之后 残存的碎片 拥抱妻子的时候 妻子腹部涌出了血 随后妻子化成灰烬 消失在泰迪怀中 同时手中滴滴答答的滴落着水滴 醒来后发现 外面下起了暴风雨 在向另外一个精神病人调查的时候 趁别人不注意 匆匆在泰迪的本子上写下了几个字 随后被代理了现场 在和查克交谈过程中 泰迪说自己主动来这所监狱调查失踪案 主要目的是来找一个叫安德鲁的人 这个人是一个纵火犯 纵火杀害了泰迪妻子 泰迪此犯来此 又是要找到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在这所监狱 可却好像凭空消失了 冒着外边的暴风雨 两个人搜索的安德鲁 过程中 泰迪给查克看了 刚才那个女精神病犯人 在他本子上写的字 一软 两个人躲进了一所小木屋 暂时躲避了起来 并向查克聊起了自己的经历 泰迪曾经解放了达豪金融营 见到了这里大批死区的人 亲自开枪杀了大批弗鲁 并向塔克弹露心声 自己已经厌倦了杀人 同时告诉查克 这里是一个拿活人 做实验的精神病研究中心 自己要拿到证据 回去公布于众 随后副监狱长驾车 找到了他们两个人 并将二人带了回去 原来是失踪的犯人 瑞丑找到了 在牢房里 见到了瑞丑本人 瑞丑告诉泰迪 自己亲手淹死了三个孩子 抱住泰迪说 自己很想泰迪 这让泰迪很是纳闷 随后瑞丑情绪开始激动起来 趁着暴风雨刚停 监狱电力系统受损 泰迪带着查克 来到了监狱的C区 寻找烧死自己妻子的安德鲁 但并没有找到安德鲁 而是见到了一个乔治的人 这个人是泰迪的一个县人 泰迪说要救他出去 可乔治却说 泰迪是一个骗子 自己脸上的伤全是泰迪打的 这让泰迪很是不解 自己怎么可能动手打了乔治呢 既然安德鲁不在C区 一定就在灯塔这边了 可灯塔前却是悬崖 返回来发现查克已经不在了 只留下一根烟头 向下一望 原来查克已经坠崖而亡 顺着峭壁爬下去救查克 下去之后 查克却不见了 事情十分诡异 爬上了一处有灯火的山洞 里面见到了一个女人 这个神秘的女人告诉泰迪 这所精神病监狱 正在用活人做实验 会把人变成活死人 同时告诉泰迪 你也没有查克这个朋友 你是一个人 之后泰迪开始情绪暴躁起来 先是炸毁了一辆医生的汽车 同时出现了自己妻子和女儿的幻觉 大批警察开始追捕泰迪 泰迪跑到了灯塔对岸 撬入水中挑灯塔游去 打倒了一名直勤的狱警 持枪走进了灯塔 踹嫩而入 没想到光头医生正在里面等着泰迪 光头医生说 你在山洞见到的女人根本就不存在 全是你的幻觉 而泰迪 你也是这里的病人 根本就不是什么联邦警察 并给泰迪看了自己的入院记录 但泰迪还是不相信光头医生说的话 光头医生又给泰迪展示了和泰迪有关人的名字 泰迪本名Edward 要找的烧死他妻子的安德鲁 消失的犯人瑞丑 还有泰迪妻子的名字 所有名字的字母都是相同的 只是排序不同而已 而之前的瑞丑牢房里发现的纸条上写的第67号病人 实际就是泰迪自己 泰迪曾经是军人 受过严格的训练 并且有暴力倾向 在这里是危险人物 这里的预警没有没被他打过的 这就是为什么电影刚开头 他和查克登岛的时候 所有预警都恶狠狠看他的原因了 在C区牢房里 见到的乔治脸上的伤 实际就是泰迪所伤 精神病院一致决定 对泰迪这样一个危险分子 做极端手术 就是呆除脑液 也就是变成活死人 这样就不会伤害到别人以及社会了 说着查克走了进来 查克告诉泰迪 他并不叫查克 他叫莱斯特 是泰迪的首级医生 之前的查克都是泰迪幻想出来的 光头医生同时告诉泰迪 实际之前发生的一切 都是医院在进行角色扮演实验 以此来治疗泰迪的人格分裂 如果实验成功了 就不用摘除泰迪的脑液了 泰迪突然夺过了桌子上的手枪 并连续向光头医生开了几枪 可光头医生并没有事 泰迪掰碎了手枪 原来是一把玩具手枪 莱斯特医生也告诉泰迪 实际泰迪的妻子 抱有严重的狂躁症和抑郁症 是泰迪妻子杀了三个孩子 此时泰迪又想起了过去的事情 泰迪执行完任务回家 发现自己的三个孩子 已经被妻子淹死在湖水中 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消失的 那个叫Rachel的犯人的罪行 就是淹死自己的三个孩子 实际都是医院 在刻意恢复泰迪的记忆 泰迪开枪打了妻子腹部身亡 这也为我们揭开了之前的疑问 为什么泰迪梦里抱着自己妻子的时候 腹部出了血 为什么电开头在船上泰迪晕水 在梦里妻子化成灰烬之后 手流水的原因了 原来是自己三个孩子 死在湖里的心理阴影 听到这一切的时候 泰迪昏死了过去 当醒来的时候 导演这里给了一个大大的特写 泰迪脑门上的胶布没有了 也就是说此时的泰迪已经恢复了正常 之前脑门贴胶布的泰迪 就是活在幻想中的泰迪 此时泰迪向医生坦漏心声 自己没有照顾好妻子和三个孩子 再加上之前战争在自己心里留下的创伤 泰迪不能接受现实 于是得了精神分裂症 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幻想里 可医生并没有放弃泰迪 一直想找最好的方式来挽救泰迪 在门前的台阶上泰迪对自己的主治医生说 查克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这里肯定没好事 也就是说泰迪又回到了自己的幻想世界中 主治医生向光头医生摇了摇头 光头医生非常失望 大家的努力全都化成了泡影 泰迪说人应该行尸走肉般活着 还是堂堂正正的死 随后起身离开走向了死亡 即将被摘出脑叶 最后泰迪这句话的意思已经向我们表明 他实际只是骗自己主治医生 自己并没有被治愈好 他已经恢复了正常 他自己主动选择了死亡 他十分感谢医生对他的不懈的努力 主治医生意识到泰迪主动选择了死亡 想要叫住他可欲言又止 表明医生尊重患者自己的选择 电影结束 这部电影发生在50年代 冷战才结束 泰迪只是当时人们扭曲活着的一种缩影 电影中的灯塔象征着希望与光明 泰迪最后说的 人应该行尸走肉般活着 还是堂堂正正的死亡 正是当时人们的一种缩影 最后把电影中的一句话送给大家 记得自己活过 爱过 笑过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想看更多有趣的电影解说 别忘了点关注 下期见吧